為了享用當年三月八月的還有很多葫蘆節 並且後由社會大眾關心葫蘆好理和觀衣 就像葫蘆社會參與和組合成長 中華館政府特別跟學館來關心葫蘆的路線和社會團體 幾月一百十一年中華館省著葫蘆節 彰化三百女力精彩黑的活動 希望提起社會大眾對路線觀衣的維護和勝負北點的重視 卡董醫生由中華館在王妃美斷領中華館各界 卡董中華館享受葫蘆節的活動 為了享用當年三月八月的各個葫蘆節 並且後有社會大眾關心葫蘆朋友的好理和觀衣 中華館政府今年是跟學館來關心葫蘆觀衣和好理的葫蘆一起社會團體 幾位中華三百女力精彩的活動 中華館長王妃美描述 劉生是家庭不能協會的價值 中華館政府也第一次派人劉生丹林秘書店 編集出劉生在社會重要性 在今年的葫蘆節 廣府特別幾位一項的活動 提供常務品種勝負北點議席 並且強化對葫蘆觀衣的了解 三月八號過去我們叫做三八婦女節 那實際上因為性貧的關係 我們現在叫做國際婦女日 那在這邊特別謝謝我們有七個協會 大家共襄盛舉來籌劃我們一系列的一個活動 從今天開始 那我們也知道時代的進步非常的快 怎麼樣讓婦女能夠更健康更有自信 然後能夠跟著時代的脈動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包括婦女防身 包括我們的這個電腦手機學習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防生素企業的一個這個講座等等 在在就是希望女性能夠充實自己走出來 那共融到我們的社會一起為這塊土地一起來努力 在這邊再次謝謝我們所有的這個協辦的一個單位 以及我們所有長期以來為婦女的潛意 在努力的這些社團跟機構們 那因為有大家的一個協助 你看現在女人呢不只撐起半邊天 那還變成我們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柱 所以我們今年辦這個見線三百女力精彩就是這樣 在今年的活動當中 中華房相關也開辦每天放在客座跟水電放在客座 環轉他用對水電放在客座的選擇 刻板印象 因為其實我們想要翻轉就是 大家對於女性的一個刻板印象 誰說那個水電啊以及目光都只有男性可以做 女性也可以就是自力自強 比如說我們換個燈泡我們也可以自己來 不一定都要等先生回來了才能夠換這個燈泡 所以我們特別今年度的那個婦女節的系列活動呢 我們就有開辦了水電的課程以及目光的課程 那在禮拜四跟禮拜六都有這一系列的相關課程 然後在三月份都已經陸陸陸陸陸陸在進行 那第一場就是我們這個禮拜四三月十號的一個目光的課程 那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本來這是女生在做的我相信我們女生也會會趁其一片天 也會做得比女生好 雖然我們也是水電的但是她也不敢摸 很久不摸摸所以對這個無情的 我其實我相信我們女生的路線越來越堅強 真的是更任性 菁華館建護基台一當斷壓更多的路線走出家庭 創造主謀給他 這個參與公共事務來發揮路線的影響力 並且就由活動式的酸度紅蟹 換起社會代表對路線的威嚎和選擇變一定的東西 先進化新聞 北北林菁華 彩虹博德 謝謝